黑人亲眼目睹妻子被白人地主拖走 而接下来的几分钟 小母屋里充斥着妻子的惨叫 年幼的儿子满脸惊恐 父亲不愿意在儿子面前显得软弱 于是当地主终于走出母屋时 他鼓起勇气叫住对方 可这一声呼唤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上世纪20年代美国 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黑人奴隶在白人眼中微不足道 杀死他们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地主的妈妈或许是出于同情 安慰着刚失去父亲的男孩 并给了他一个在屋内工作的机会 虽然地位依旧低下 但至少比在棉花地里忍受风吹日晒要好得多 岁月流转 男孩塞西尔长大了 他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 与精神错乱的母亲告别后 依然离开了充满残酷记忆的农场 但是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无处逆时 无功可做 在街头流浪的他 还要时刻警惕那些醉酒的白人可能带来的危险 又是饥饿难耐的一个夜晚 塞西尔被酒店橱窗里的蛋糕所吸引 生存的本能驱使他打破玻璃 吃上了几天来的第一口食物 玻璃破碎引起了酒店管家的注意 了解了塞西尔的遭遇后 善良的管家不仅为他爆炸伤口 还给了他服务员的工作 在这里 塞西尔必须学会洞察客人的需求 同时保持低调 不能与任何人对视 管家教导他要像一个隐形的机器人一样工作 好在塞西尔的十几年加奴生涯 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洞察和处事能力 这让他在管家眼中显得格外出色 很快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飞跃 年迈的管家接到一份更高级别酒店的工作邀请 但他自觉力不从心 于是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塞西尔 新酒店的规矩更为严苛 相应的待遇也更为优厚 在这里每一位顾客都是社会名流 塞西尔必须更加谨小慎微 他的角色就像空气一样 无声无息全心全意的提供服务 几年时间匆匆而过 塞西尔成了家有了车和房子 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这天有个官员问他 黑人和白人是否应该上同一所学校 塞西尔不能不答 更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只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 官员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第二天塞西尔接到了酒店老板的电话 他昨天的表现得到官员们的认可 因此被推荐到白宫担任管家 尽管这依然是一份家奴性质的工作 但对于黑人来说 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塞西尔准时来到白宫报道 黑人主管告诉他 是副总统推荐他来的 听到这个消息 塞西尔不禁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但很快就收敛了 因为他知道 在白宫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察言观色 这时塞西尔注意到一瓶洋酒 凭借过去在酒店工作的经验 他当即向主管详细介绍了这瓶酒的来历 产地酿造过程以及包装理念 就这样 塞西尔成功赢得主管的认可 白宫里没有职场那样的勾心斗角 每个人都会互相鼓励 因为所有家奴都是黑人 一人闯祸就意味着全体完蛋 这是塞西尔第一次服务总统 此时总统正在讨论发动南北战争 塞西尔知道此时必须化身为空气 回到后厨 同事们询问他的感受 塞西尔幽默地说 我差点就尿裤子了 这届总统并没有白人那种天生的优越感 亲切地与塞西尔聊起了家常 一名官员进来汇报时 塞西尔听到有一批黑人大学生 在街头举行维权运动 为避免触及敏感的政治话题 他立刻离开了房间 后厨 同事们正关注着新闻中的大学生 他们坐在标有白人专座的位置上 抗议种族隔离政策 然后就遭到了白人的欺凌和侮辱 尽管没有黑人还手 但最终被送进监狱的还是他们 塞西尔震惊发现 自己的大儿子杰西也在其中 法院外 塞西尔愤怒地警告杰西 不许再参加任何维权运动 只有他知道 现在的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但杰西接受了高等教育 发誓要为黑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 父子因为关键差异 第一次产生了冲突 从那以后 杰西再没回过家 直到1961年 肯尼迪总统上任 与以往的总统不同 他没有白人的架子 友好的与每一位黑人握手 甚至站在黑人这边向全国发声 呼吁大家接纳身边的黑人 并推动国会制定法律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那段时间 肯尼迪成了黑人的希望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 黑人社区最终等来的 却是肯尼迪遇刺的噩耗 塞西尔蹲在墙角 难以平复自己失落的心情 肯尼迪夫人拒绝换下 沾满血迹的衣服 他要向世界展示恐怖分子的罪行 塞西尔上一次看到这么多血 还是他父亲去世的那天 而后约翰逊总统继任 他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主义者 尖酸刻薄 从不把黑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 在他的统治下 塞西尔不得不担心杰西的安全 这几年 杰西从未停止过维权斗争 也因此在各个城市的监狱辗转 突然有一天 杰西带着女朋友回家了 一家人都很高兴 但没聊几句 父子俩又因为观念不合起了冲突 在杰西眼里 父亲不过是白人家中 一条第三下似的狗 听到这话 母亲再也无法忍受 从那天起 塞西尔和杰西的关系陷入冰点 小儿子夹在父亲和哥哥之间左右为难 最终选择了逃避 参军入伍 投身越南战场 塞西尔48岁生日那天 喜悦被突如其来的噩耗打破 两名军官通知他们 小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 1986年 里根总统当政时期 这天 里根偷偷塞给塞西尔一笔钱 表示要以塞西尔的名义 为白宫所有黑人员工加薪 塞西尔因此成了黑人帮庸中的英雄 里根是演员出身 知道如何作秀 他邀请塞西尔这样的黑人 以嘉宾的身份参加国宴 就在所有人以为里根是一个好总统的时候 塞西尔却听到他在南非法案上 毫不犹豫动用总统的一票否决权 彻底将黑人打入谷底 这一刻塞西尔对总统的幻想破灭了 他一直热爱自己的工作 尽心尽力地服务每一任总统 却见证了无数虚伪的君子 他突然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 多年来塞西尔只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 为此他放弃了尊严和立场 无视了种族的仇恨 当他和妻子再次站在儿时的棉花田前 看着那片荒芜的农场 塞西尔意识到 如果继续忍气吞声 将会有更多的黑人 像他的父亲一样死于白人之手 塞西尔立即回到白宫 向里根提出辞职 里根尽力表现出一副不舍的样子 但塞西尔知道 里根从未真正尊重过黑人 离开白宫后 塞西尔找到了杰西 杰西已经从一个愤怒的年轻人 成长为一名教授 但他依然坚持民权运动 杰西对父亲的出现感到惊讶 他从未想过 父亲会离开白宫出现在街头 此时的塞西尔理解了杰西的坚持 他从未给予过杰西 一个父亲对孩子应有的支持 杰西也从未想过 他竟会等到父亲的道歉 时间流转 2008年 当全世界都惊讶地发现 一个黑人竟然能够成为美国总统时 塞西尔的心中充满了激动 他目睹了奥巴马的崛起 这位黑人总统的出现 让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 塞西尔收到奥巴马的邀请 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国宴 他特意带上了肯尼迪总统留给他的领带 这份纪念品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 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塞西尔带着自信和从容 走进了那个他曾经服务多年的白宫 背影坚定中带着些许挺拔 白宫管家于2013年上映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电影中塞西尔的原名是尤金·艾伦 自1952年起 艾伦便在白宫担任仆人 历经八位美国总统 从一名普通的黑人仆人 成长为受人尊重的白宫管家 艾伦先生以其卓越的服务和不懈的努力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也为黑人群体在白宫 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他是历史上首位被邀请参加国宴的男管家 这一荣誉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巅峰 尽管艾伦从未直接对任何一位总统 提出过反对意见 也未曾公开为黑人权益发声 但他的行为和存在本身 却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美国总统们 对黑人的态度 他的生活和事业 是对无声胜有声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